字幕提供 佩奇 你好 早上 Semi 你好 PayPay 你一定見過 否則都不會做這個節目 漫畫你看不看 日本漫畫看 你呢 我也看 恐怖漫畫看不看 恐怖漫畫沒看過 PayPay你見過 PayPay結合漫畫 Crossover 就有這副 MMD 第一集 第二集 其實是三集雜誌 MMD 是 Magician Must Die 其實我不敢問你有沒有看這副 你是魔術師 魔術師一定要死 三集 我不是魔術師 這副是Sketch Deck 沒有飛鏢 另外兩個是有飛鏢 第二期第三期 另外還有一副紅色的 我沒有拿出來 那副沒有開的 就是第一期 紀念版 三集漫畫 怎樣玩法呢 我們這個主題叫做 五十二張經 記得 所以五十二張牌 都不一樣 這副牌怎樣不一樣呢 它有介紹你 牌的次序 很精美 你覺得這副牌 這副牌 你感覺如何呢 不如拿走一張Mac看看 非常之 你一直講解 我一直排 排的方法很有趣 五集一個故事 是的 第一集的故事 沒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剛剛一行 然後這一格還未完 剛剛這個故事 這個就是魔術師 四格為一座 每一集這個 惡史倫登的魔術師 都要死 等於第一行的故事 然後這個就是第二版 很好玩 是的 魔術師的仇家 就走來尋仇了 原本是打算劏開它的 結果 就劏不開它 你真的做到魔術小姐的效果 基本上 就是幫我砌飯 因為太精美了 所以忍不住 就是要 這樣呢 很好玩 剛剛七四二十八 你看到 這個就是上半集的故事 沒錯 其實它還有交代 為何這個人 和他這麼大售口 就要看回這集故事 好笑 五年之前 看一下 五年之前 繼續看 五年之前是怎樣 這個蒙面人 原來年輕的時候是這樣的 嗯 就被這個魔術師捉了他 叫他不要練飛牌 結果呢 就拉了他的姐姐 很漂亮 死了 然後呢 那個故事 丟一丟一丟 於是 就要看第二集 繼續 繼續 繼續下去了 這集呢 一開球 那個魔術師 又是他 又是這個壞人 交代 他又在虐待另一個人 這個人 上次不是捉了他 真的沒有想過 是 浸了一點水 那就 不要啊 為何你要浸死我啊 我們現在 因為有這個視像效果 將動漫畫 變成動畫 逐格逐格 逐格逐格 這個正義那邊的主角 就將 就靠飛牌 去救回人 OK 好了 然後我們繼續 停 停 什麼事呢 因為原來 魔術師 這個有點像龍珠 嗯嗯嗯 變了一隻 大猩猩出來 Sami有沒有開到第二集看 第二集 有看過 我不捨得不追 我本來打算吵 一定要追 是啊 那個故事很追 這種連環圖方法 又跟整張過的不同 是嗎 就是跟整張過的不同 你看到整個故事 剛剛好 其實牌子已經很漂亮 是啊 好了 肉之後是如何 當然還要看第三集 沒錯 但你再鋪下去 其實就很累 是 但我想說 其實這集裡面 都有些特別的東西 因為他們裡面 你看到後面 這個是牌背來的 每一張牌後面 其實都有那個故事 之外 其實還有一點 我想大家提到 就是 那隻介紹牌 講回介紹牌 還有 它 好 麻煩你拿著 那隻介紹牌都要排在一起 是的 介紹牌都要排在一起 才可以的 哇 還有它那隻 它那隻Joker 是特別畫的 還有那隻煙 它也是特別畫的 所以它其它是標準的 有沒有留意 MMD 3 多了個格 嗯 MMD 2和1 就沒有的 整個牌都看完的 MMD 3 我不排出來 是有個特別原因的 因為它這裏真的結合了動畫效果 嗯 我給它們看 然後再給大家看 你看看 嘩 我們zoom過去看看 預備好了嗎 這裏為何會有這麼多血呢 我們看一次 再來一次 原來主角飛了下來 斬死了一天 你看看 攝影師 這些 它真的將漫畫和動畫 結合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 它慢慢飛下來 就劈開它 當然其實這個故事 就繼續在這裏下 一直有鋪回故事 但是 MMD 3 我不排出來 因為 只看這個漫畫小說 都難搞的 是的